北京时间1月25日,勇士队进行训练,北战明天主场,对独行侠的比赛。 膝盖酸痛的克莱汤普森,并没有参加今天的训练,勇士主帅科尔表示, 汤普森明天上场的状态是questionable出战成仪,上场可能50%,上一场对局式的比赛,汤普森,就因膝盖酸痛确诊。 据此前报道,汤普森酸痛的膝盖,正是接受手术的膝盖,因此,不少球迷感到担忧。 科尔曾表示,汤普森,并没有大碍,只是勇士出于谨慎考虑,让他休战。 考虑到汤普森,已经两年没有打比赛,复出后,他的膝盖状况,确实需要密切关注。 两大医学专家,也就汤普森的膝盖酸痛问题,进行解析。 医学专家Avan Jeffries写道,在确诊两年后,汤普森回归后,出现左膝酸痛的现象。 这就是为什么,他需要有上场时间限制的原因。 比赛的环境,毕竟和训练不一样,强度上升,也会作用于关节。 这,膝盖酸痛,是完全正常的反应。 另一位医学专家Neerobandiaz表示,汤普森的膝盖,始终存在半月板韧带损伤的风险,如果勇士,对他进行预防性的核磁共振检查,不会令人感到惊讶。 赛季至今,汤普森,打了六场比赛,勇士二胜四负。 这六场比赛,汤普森场均贡献,14.7分2.8篮板二助攻,投篮命中率,37.2%,状态仍在恢复中。 前方记者,还拍到了库里的最新训练视频,他在球场上,进行投篮训练,一月份至今,库里的三分命中率,只有29.9%,上一场,更是投出13中1,他确实需要尽快找回投篮手感。 感谢观看